是時候要講講這個話題了 股東車末日 今年6月1日應該是香港車密的輪陷日 因為由這一天開始 20年以上未做首次登記的車 將不會被豁免在環保條例裡面的噪音和廢氣的測試 今天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到底這條條例有沒有問題 而政府有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 我們馬上開始 其實L老海很多年之前都自己試過由外國進口車來香港 雖然我不是專業 而這一門生意也是以失敗告終 不過都學到不少東西 希望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一部車由外國進口進入香港要經歷什麼 一部車不管新舊 由外國進入香港要合法上路 除了本身的車價之外 還要付首次登記稅 首次登記稅是按車價來計算的 最低的15萬港幣之內 就要付車價的46% 假如車價是20萬 頭15萬就要付46% 而之後的50,000元就要付86% 如此類推 最高到132% 這裡所指的車價 是由海關定出的市場價格 而不是你在外國買入來的價錢 我說以前首次登記稅 是按新車的車價按折舊計算 現在是按市場價 看看近年經典車價錢 水漲船高 你一定會明白 香港的車價比起很多汽車生產國 例如日本、德國、意大利 車價是隨時高一倍 我們知道要付多少錢之後 汽車要上路 就要做首次的驗車 驗車的內容 都是以安全為主 和7年車做連檢 不是差太多 不過 就加入了要確認底盤號碼 引擎號碼 連安全帶有沒有標籤 都要驗 還有 就是這段影片的主題 噪音和廢氣的規範 在6月1號之前 香港匯市已經有20年車齡以上的車 為古典車 所以當他們進口來香港 都要被豁免 噪音管制條例 和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因為很多舊車如果要驗這兩項 基本上是不用出牌 到這裏你應該會明白 為何愛車之人 特別是股東車的愛好者 會反對這條例 但是為何政府要突然間修例呢 環保署表示 近這幾年 香港首次登記車輪裏 古典車的數目 有明顯的上升趨勢 唯有要減少環境噪音 和改善空氣質素 所以取消了這兩項固面 首次登記車輪數目上升 到底是否真的 這裏是運輸署的統計資料 2021年的私家車 首次登記的數字 是39,0309步 在2020年的37,036步 上升了2000步 不過我們再向早兩年看看 分別是43,642步 和42,287步 數字其實近年是回落了 不過的確 電單車的數目 是上升了不少 由2019年首次登記 只有6,468步 到2021年是 9,092步 不過對比2020年 9,368步的巔峰 都是回落了不少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Ello 運輸署在說股董車 我當然明白了 但是運輸署 沒有公佈這些資料 我一拍片之前 就打電話去運輸署問 他就說沒有相關可以公開的資料回覆我 沒有問題 因為沒有了我尋求真相 我將上年2021年 交通運輸資料 月報 是月報 按車廠的首次登記數量 將Tesla出車的數目 加起來了一次 2021年 單單是Tesla一間車廠的電動車 就已經有 7,987步 佔首次登記車輛裡面的20.3% 而在2020年 只是佔大概10% 真正令到汽車首次登記數量上升的是電動車 而汽油車的比例 是跌了7% 真是不好意思 我沒有一個實際的數字要告訴大家 但是我用這個方法去反推算的話 在汽油車的比例明顯下降下 到底古典車的數量上升趨勢 是會有多明顯 但的確 因為政府要預告在2035年 停止登記的汽油車 所以令到很多人都想在這段時間 將經典的車 帶回香港登記 可能也是登記上升的原因 我真是沒有否定是有所上升 但到底 升了多少 要令到政府匆匆忙忙急急地執行這條新條例呢 好了 這一方面 我就真是沒有辦法給到一個實際的數字 但是我有另一份實際的資料 到底汽油車是不是對空氣更加污染呢 我可以很肯定地說 是的 因為如果全部人都用電動車的話 市區裏面的空氣污染一定會下降 我們說市區裏面 不是發電廠 畢竟 香港整體的空氣污染 發電廠排出的廢氣 才是主因 經過環保署的年報 在2021年 路邊可吸入原浮粒子的數值 是34 比2020年的32 上升了8% 而路邊二氧化彈 是72 比2020年的70 上升了3% 這兩行 都是汽車廢氣 排放的主要污染物 自打嘴巴 空氣真的有被影響變得更加污染 等等 2020年發生了什麼事 全民Web from home 加停貨 我們看看2019年 路邊可吸入原浮粒子 和二氧化彈 分別是79 和38 比2021年還要高 我真的很難理解 就算你說 古典車的首次登記上升 對環境的影響在哪裡 我們本來就是那麼高的啦 只是2020年因為疫情才回落 好 我們又來了解一下 曾經被豁免這兩項 噪音和空氣污染條例 是不是 真的那麼難過得到 其實不是所有20年的車 都不能夠過這兩項測試 因為20年前 其實是說2002年 即是BMW 3系 E46 Honda Civic EP 那個年代 有不少的車 都能夠通過的 其實條例 更加是針對在90年代之前的車 香港環保條例是按歐盟和日本的標準的 以歐盟為例 私家車的噪音限值 是74分倍 等於狗狗肥 和人很大聲地說話 透過在死氣遊樂功夫 很多車其實都有機會通過 問題就是空氣污染條例 基本上用花油漆 或者很多直噴引擎的車 都不太可能通過得到 更加不要說舊的二充程電單車 政府這次收緊豁免 由發佈 去到執行 不夠半天 當然 它還有寬限 如果你的車 在你運送途中 又或者在6月1日前 就已經簽訂了買賣合同 可以在6月14日前 向環保署申請豁免 但是能不能得到豁免 就要看看 署長會不會著情處理 其實香港 就一直一步一步收緊舊車 由政府開始 淘汰歐盟四期柴油車 去到 2035年 停止登記汽油車 一直都有跡可尋 我們不如比較一下 可能是世界上 最不鼓勵人駕車的國家 對 是我很熟悉的新加坡 新加坡一直以高車稅 和超級貴的COE 不用車證 來限制車輛的數目 車價肯定是全球最高 隨便一部新車的價錢 都是香港的3倍 還要只是開10年 10年之後 又要再給一次 這個超級貴的COE 這些在我以前的影片 其實都有提過 另外新加坡 應該是限制了 三年以上的車 是不能夠進口的 所以在新加坡 是很少見到有舊車 不過 嚴如新加坡 都不是一刀切 因為他們清楚了解到 古董車 是有價值保留的 所以他們有 Classic Vehicle Scheme 比35年車齡的車 可以進口出牌 還有Vintage Vehicle Scheme 比1940年之前的車 能夠在新加坡 安享萬年 雖然老爺車的車牌 在新加坡是有限制的 一年 只能夠用45日 或者是28日 但最少不是一刀切 收藏家仍然可以把車合法上路 在路上 展示古老的經典車味道 我想大家心裏 多或少都有點難過 因為我們 不僅是在著重 車本身的價值 更加希望的是 留有當中的文化 正如為何古蹟比拆 我們會感到可惜 不是因為這棟建築物有多舊 而是當中的 故事和文化 你可能會說 現在只是限制入口出牌 對本來在香港的經典車 是沒有影響的 不過 今天令到車不會出牌 他日 令到它走上歐盟四旗 柴油車的路 應該也不會太意外吧 要限制舊車數量 為了空血質素也好 噪音污染也好 的確是沒有口費 不過政府 還要想一下辦法 怎樣會令到這些 曾經對很多人帶來回憶的經典車 留下條山路呢 方法就有很多的 是看看他做不做的 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你會想保留香港的古典車嗎 你最喜歡的古董車 又是哪一部呢 留言跟大家說一下 最後要感謝一下 對Elro一直不離不棄 用實際行動支持 Elro的Patreon 是啟動的Families 有Alvin C Launched at VAF Club HK Cherry Lee Sou Chi Ray Fantastic Bobby Jason 5 Main Kitchen SG Mike Lee Real Loud Soup 93 Photography Sawil Ho 許蓋公 Andy Yip Kilowatt 電動車充電地圖 英國 創城地產 FU777 TM小殺 Harding Investments 做一種Elro's Family的朋友支持 我是El 我們逢星期五 會有Elro講車 下個星期一 同樣會有F1 阿塞拜疆分站賽事回顧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